叶会长 我有重要的事情想找您谈一谈 好 你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还挺花心啊 胡说什么呢 要不是我和云长亲眼看到 你和楚天瑶在房间里 轻轻握握握握抱抱 我还真不相信呢 云长也看见了 星辰 这件事情你要说清楚 有没有这种事 这是个误会 对 我心里只有叶云长 怎么可能和楚天瑶在一起呢 我找他当面解释 算了 算了 这是他们的事 只有他们自己能解决 谁都帮不了 真的 听我的啊 过来喝杯茶吧 云长 叶云长 叶云长 去哪儿了 打 打 打死你 打死你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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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你 打死你 你打死你 我告诉你 吴星辰 你当面一趟 背后一趟 交他俩 三条船 三条船 我今天就去大家伙收着你 来 试一下 别客气 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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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歇会儿 你要是觉得这样解气的话 你就继续吧 你别以为我不敢打 你 姐 你走吧 你走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 是她主动的 我好不容易才出来 既然你选择了阿姨 你们就好好在一起吧 之后我们互不相见 你也不用来找我 云昌 我对你怎么样 你还不知道吗 玉颖也好 楚天妖也好 我只把他们当做普通朋友 我这次从神母族出来 只是为了要见你 就算刀架在我脖子上 我也没打算活着回去 我一天不见到你 就心深不宁 除了你 我已经不可能喜欢别人了 你知不知道 我一个人的时候多难过 是我 年纪 想不到宋子清居然搞了这么多事情 是啊 不过你放心 我狠狠地收拾了他一顿 现在应该能老实一点 不过最近云海市出现了一个神秘高手 一下子杀掉云海市两个高手 就连乔政坤也差点被他杀了 这次我回来 就是为了帮你们解决这个事 有你在 我就放心多了 可惜啊 文轩得了重病 怎么回事 上次我们在水晶矿洞发现了一具女尸 那个女尸就是文轩的生母 但文轩一直以为是木南月杀了他母亲 可木南月又对他有养育之恩 他恩仇交加 受的打击太大 导致他心脉微弱又不肯治疗 我看他就是一心想求死 文轩他虽然帮宋子清做过不少坏事 但是他心地还是好的 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救他 现在唯一能救他的办法只有一根 帮他查出真相 解开他的心结 我知道一个地方我带你去看看 走 这儿就是以前的上官家 自从曾淑雅失踪以后 他们就搬了 再也没人住过了 这个地方看起来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走吧 没事的 走了 什么味儿啊 我听人家说这闹鬼咱们回去吧 闹鬼 什么是鬼 鬼就是 你叫什么 我自己 镜子 去那边看看 这儿有个油灯 奇怪了 这油灯里怎么还会有油呢 说明这个地方经常会有人来打草 走 走吧 去那边看看 走吧咱们 哎呀 要帮文轩只能这样 这不是上官亲吗 啊 哦 哦 我想起来了 这个地方 好像就是上官亲夫妇住的地方 看来上官亲经常回到这儿 所以这儿特别干净 那也不对呀 要真是上官亲杀了曾淑雅 他回来干嘛呀 也许是他对曾淑雅还有感情吧 回这儿来只是为了怀念他 我觉得不是 肯定是曾淑雅生前留下了什么线索 才让他一直来找我 有道理啊 还是女人了解女人来 说不定曾淑雅 真在这儿给咱们留下什么证据 找一找 你找吧 快点儿找不着就回去吧 别急别急 快点儿 拿下 这应该就是曾淑雅 留下的脾气 有一天 上官亲带着她的父母来我家提亲 你们看啊 那就是上官亲 真是一表人才呢 对啊 听说她年纪轻轻就平步清云 马上就能去当官了 舒雅 你可真有福气啊 嗯 我和上官亲一见钟情 以为结婚就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没想到 没想到 婚后她夜夜不回家 我每日都提心掉的 又是个福气 又是个福心汉 你看我干嘛 我又不是福心汉 接着看 直到有一天 阿清犯下了大作 初 初遥 初遥 你怎么了 初遥 初遥 你怎么身上都是血啊 我杀人 我杀人了 我 我杀人了 你杀人了 你杀谁了 就 就是个 就是个妓女啊 子大老 杀着我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真不是故意的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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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你 这前面都好好的 为什么中间几页被撕掉了 好奇怪 我懂啊 这个时候的上官亲 还不是母男粤 她只是一个在职场 不得意的小官员 而曾淑雅一定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导致她非常生气 所以把后面的日记给撕了 对 肯定是难受到 根本没有办法写下去 后面肯定还有什么更多的线索 再找找吧 这么难受的事情 还不如忘了呢 不早了 咱们先回去吧 咱们先回去吧 不早了 咱们先回去吧